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起源於中國武漢的中共病毒肺炎已經蔓延全球 中共趁機對外銷售醫療用品 一方面大賺齊錢 另一方面扮演全球抗疫的救星 但是中國的防疫用品輸出到歐洲之後 接連被爆出是質量低劣的產品 嚴重威脅醫護人員的安全 3月28號 荷蘭衛生部下令 從醫院召回60萬個不達標的中國口罩 荷蘭衛生部說 這批口罩3月21號到達荷蘭 共有130萬個 來自一家中國的工廠 標名為KN95等級 並配有質量檢驗合格證 但是荷蘭經過兩次檢測 發現這批口罩不能夠正確地覆蓋臉部 而且口罩的過濾功能不起作用 荷蘭政府宣布 將這批口罩全部棄用 已經發給醫院的全部召回 而在此之前 捷克專家上週曾經披露 來自中國的15萬個快速檢測試劑 錯誤率竟高達80% 西班牙隨後也宣布 向中共購買的34萬個檢測試劑盒 錯誤率達到70% 只能棄用 目前 在中國大陸作為通行依據的健康碼 被曝出現虛假綠碼 3月29號 大陸媒體報導說 湖北省賢寧市的一位市民持湖北健康碼綠碼 12號自己駕車返回甘肅蘭州 28號 CT檢查發現 左右肺都有肺炎影像 29號經核酸檢測 結果顯示為陽性 被確診患上了中共病毒肺炎 紐約州將曼哈頓的賈維茨會展中心改建為臨時醫院 3月27號 州長宣布 第一間臨時醫院改建完畢 首批1000個床位 3月30號開放使用 有網友將紐約的這個臨時醫院 與中國的方艙醫院對比說 中共媒體前些天嘲笑美國人 抄作業建方艙醫院 現在看 中國的方艙醫院 只是放了一堆鐵架子床 另有網友回應說 美國這個既保護了個人隱私 又防止了交叉感染 還有醫療看護是比較人性化的設施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